陶瓷之所以被视为是重要的文物 不止因为工艺的精湛 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反射出 不同时代的生活文化 尤其是在审美价值方面 而现今德化的陶瓷艺术呢 究竟发展出什么样的特色 现在请跟着我们的脚步 一起去探访当地的名家作品 这里不是博物馆 更不是精品店 是德化陶瓷艺术家 柯洪荣夫妇的工作室 典藏的都是夫妻两人 多年来偶心历血之作 中国瓷器历朝历代 都在追求一个玉字感 认为玉有仁 义 智 勇 节 武 德 而瓷器中最像玉的 就属明代德化象牙白 法国人呢 称之为中国白 由于德化瓷器具有白如雪 润如玉 透如卷等特色 所以瓷艺家呢 将之用在人物雕塑 柯洪荣夫妇便属于 这样的瓷艺名家 他们继承明代的瓷作风格 加入了现代更为大胆 血液的线条 他们用捏 雕 漏 磕 相结合的技法 把优质原料和精湛技艺 融为一体 在传统和现代之间 走出一条符合中庸之道的 创作路线 他们的作品多次在中国的 瓷艺大展当中 取得一等奖的殊荣 德化的白瓷由于含吕较高 而且铁 钛 这类的杂质比较少 较为洁白细腻 不易表现阳刚之气 所以创作的题材 多半设定在女性的温柔 或是宗教的慈悲 早在十几年之前 柯洪荣这对词艺夫妻 便勇于尝试 不断扩展创作题材的可能性 那你们所有的作品是 都是一起完成的吗 几乎都是一起完成 都一起完成 每一件都是 每一件都是这样子 那有没有意见不一样的手 经常有意见不一样的时间 那你们怎么沟通 怎么解决 最终靠实践来解决吧 如果你发觉说是 你的意见对还是我的意见对 就通过制作实践来检验 说谁的意见对 这样至少在实践过程中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融洽点 说你的意见 我的意见可以融洽在哪一个地方 比如说一件作品 你可以拿出来讨论 要用什么方法来结合更为融洽 所以说我们经常会把故事 拿出来讨论一下 要用什么表现 更为好 我在制作这块方面 有一个比较大的长处 就是说在利益跟制作 过途这块会比较有长处 它在细部 就是说制作细部 体现细部这块 它有比较长处 每件作品都包含一段感人的故事 柯洪荣说 当他被一个人物所感动的时候 才能将自己的思想融入在泥巴当中 达到仁慈合一的境界 也才能把主题人物的神韵表现得入目三分 无论是文人的潇洒情怀 龙女的思想情怯 慷慨就意的悲壮 或是斩妖除魔的气概 都能从这温润的白词当中 源源不绝地流露出来 例如这件作品天问 就是用意表达终止感言的屈原 不受楚怀王所重 而遭免之时的心境 它采取大写意的手法 只露出无力的双手 和模糊的头部 体现出无可奈何的一种绝望 加上选用古仆的文片词 更巧妙地呈现一种错乱的氛围 这件描绘鸡康的作品也堪称一绝 硕落的双臂 透出那种维护正义的这种感觉 虽然看不清它的面部的表情 但是咬住的下水头发 却能体现出它这种不予强暴 遍体的瘦骨 就体现一种傲骨的精神 并非说是弱小 而是一种坚强傲骨 那种高大 一种坚强毅力的这种感觉 柯宏荣认为陶瓷制作手法的创新 往往取决于材料的变化 所以勇于尝试不同的材料 就能激发更多的创意 制作题材也就越来越广泛 大陆改革开放之后 在陶瓷的发展上 使科技新词跟艺术新词齐头并进 但德化的传统特色还是不能少 那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泥性不同 那德化的这个白磁 它的特点是白中泛房 景德镇白磁的特点是白中泛青 白中泛房是暖色调的 白中泛青是冷色调的 所以它们之间呢 一个是烧出来的白磁 那侧仔也不一样的 一个暖色调 一个冷色调 第二个就是德化的这个白磁 它这个可塑性比景德镇的好 它适宜精雕细刻 你做一条很长很长的飘带 它不会断掉 而景德镇陶瓷它还没干 可能它就会略会断了 那么它的可塑性跟德化的陶瓷不一样 但是德化陶瓷可塑性好 可是做不大 它的举力占起来的力不够 所以你看到的德化陶瓷 一般都来做什么 做小型的雕塑 它不能做很大 而景德镇陶瓷它们都用什么呢 用陶瓷来做大的瓶子 可以把一个花瓶做到五米 五米八的高度 这在德化 那简直超过一米就不可想象的 不想象 所以泥性不同 那么德化人就拿这个什么呢 非常漂亮的材质 又软色调来做佛像 做佛像 做观音 做弥勒 做全世界人喜欢的一些东西 所以它就做的就是小剑 而这个小剑里面天生丽枝 无锡在家 家财了 所以它的装饰手段 一般都用捏树 捏一些珠子 飘带 荷花 装饰 再一个就是阴刻 在上面 衣服上面 浅浅的刻一些线条 一些花魂 然后又水一填 看一下看不出来 很细腻 很细腻 所以德化的陶瓷文化 就走向什么呢 走向雕塑性 景德镇是左向彩溃的世界 五花八门 其实从明末清初开始 德化便开始发展新的瓷器工艺 其中以右下彩的青花瓷最具代表 在民国时期因为时局不稳定 德化瓷器随之没落 但在右上彩的工艺上 长进了不少 今天的德化瓷呢 更是千变万化 这个呢 就以红瓷为载体 在瓷瓶上面 把咱们所要的设计的图案 先勾画出来 再以金刚钻一样的锥子 在上面细细的雕刻 以破坏整个右面上面的光滑度呢 弃掉 达到一个阴浪面的一个效果 整个产品呢 体现了有一个立体的整体感官 这家厂商早期是经营西洋工艺词的出口 最近几年呢 开始投入研发新的工艺 红釉影雕的开发灵感 就是来自福建惠安的影雕 眼前所看到的这种红釉七线雕 也是最近几年所开发出来的新工艺 在高温红釉瓷的基础上 经过搓捏刻等手法的处理之后 再贴上24K斤的金箔 比如说像这件作品呢 就是七线雕 红釉 为载体 加上用特制的七线泥 经过详细的认真仔细的金雕细作 把金龙镶在上面 整个产品呢 体现了咱们整个大中华认同的大富大贵 吉祥如意 除此之外 各式各样的结晶柚 仍在不断地开发当中 然而万变不离其宗 提到德化词宿呢 就不能不提到何朝宗 而在德化的词坛艺人当中呢 何朝宗在国际上享有最高的声誉 那这两件作品呢 就是有何朝宗款的文昌地金 还有祥云观音 它可以算得上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那像这件祥云观音呢 它脸部注重锤木直笔小口 衣文飘逸流畅 那刀法呢原唱 那整个作品呢 就是具有很明显的何朝宗风格 中国因此起而得名China 陶瓷呢已经不只是陶瓷了 它的发展不仅表现了中国的文化 更连接着中国的国运 岭南四大丛林众说纷纭 且看下段节目怎么说清楚讲明白了 出发电视频 外面现场